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Edison 和大家聊古典乐事的时候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则 和德国男低音Rene Pappert 有关的一则新闻 试园在6月底 在纽约举行了一个大型的Ply Parade Metropolitan Opera内的不同部门都有人参加 事后Metropolitan Opera Chorus 在Facebook也有相关的贴文 没想到竟然惹离 Rene Pappert的一个留言 而且他的留言还是一些恐童的说话 而且更声言 因为这样不再去Metropolitan演出 虽然事后他删除了这个Post 但已经很快被人截图 在整个乐坛广泛传播 也很快引起了Pattlum State Opera的注意 他们也很快发表了一个声明 说明Pappert的留言 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和他们本身的价值观 和信念相阻 他们很快就跟他本身有沟通联络 结果就是说 南低音他也会发表一个Statement 希望大家给他时间去做 没多久 Rene Pappert 他也真的发表了一个声明 简单来说 就是他道歉 而且他说到 不好意思 其实那天我只是喝大了 然后他就透露 其实他一直都有Depression 这个问题 都Struggle了很久 所以他在一个不清醒状态之下 发表了一些不恰当的言论 他也希望大家可以原谅他 也表明在这个Summer中 他就会Focus去注意自己的精神上健康 希望大家可以给他一次机会 老实说 当我看到那天的新闻 就是关于他的Facebook留言 我自己是很错愕的 因为我都明白 世上这么大 大家有不同的价值观 未必所有人 所有的Artist 都会支持LGBT 但是不支持 不代表一定要说出来 尤其是在欧美地区 大家都知道 其实这件事情 是很政治不正确的 说出来 其实真的会牵然大波 而且他还要说到明 他是要杯葛 因此而杯葛 Metropolitan Opera 我自己会觉得 要不需要罵得这么大 亦都同样不需要公布出来 如果你真的觉得 跟自己的信念是相差的 你自己暗牙底 不再参与就可以了 不需要说到明 而且还要有一个Facebook comment 就是这样的方式 就好像有点疑稀 所以他说自己 其实喝大了 我自己个人 其实都相信他的这一次 也都希望他真的可以 痛还是思痛 可以改过自身 希望他可以更加注意自己的健康 也都希望大家可以给他多次机会 今天的古典乐视说到这里 希望下次和大家再见 拜拜